而不要白費力氣去考慮代謝率 這個才是控制體重不富胖的方法 大家好我是史考特 歡迎收看一分鐘健身教室 減重真的好難啊 明明已經吃很少了 卻還是瘦不下來 就算瘦下來 只要一下子不注意 體重又會直線回升 這到底是為什麼 代謝不好是人們常用的代罪羔羊 但是之前史考特在影片中 已經跟大家打破過這個迷思了 研究發現人到中年代謝其實不會下降 中年發福是因為吃太多 不是因為代謝差 還有啊 減重時人體不會進入節能模式 富胖是因為沒有維持飲食習慣 今天我們要再針對節能模式 來做一個深入討論 這邊稍微回顧一下 什麼是減重的節能模式 人類減重時 內臟肌肉的重量會跟著變少 需要更少的能量 就能夠維持基本的生理運作 而且比較輕的身體活動起來 也會比較省能量 但除了上述兩個原因之外 過去的研究還發現身體會進入節能模式 來進一步降低熱量消耗 有點像人在外面 手機快沒電的時候 我們開啟節能模式 讓手機再用久一點一樣 身體也會為了撐過食物短缺 再活久一點而進入節能模式 節能模式的存在與否其實還有爭議 有些科學家認為它根本不存在 而最新的研究指出 即使節能模式存在 它的影響也相當小 不過是每天50大卡的差距 也就是大概只有五分之一晚飯的熱量 而今天我們要來討論節能模式 是否造成人們富胖 這是2019年來自挪威的研究 36位肥胖的參加者 用三個月的時間平均減去了20公斤 減重之後有些人代謝率降的多 有些人降的少 但持續追蹤一年時間之後發現 代謝率無法預測一個人會不會負胖 有些人代謝降很多 進入了節能模式 但是體重卻維持得很好 幾乎沒有負胖 而反之亦然 所以說減重後的負胖 其實不能怪罪代謝 人的體重是由熱量近 熱量粗所決定 一個人變胖一定是攝取變多 或者是消耗變少 既然這篇研究告訴我們消耗少 並不能預測一個人會負胖 那麼答案就很明顯了 負胖就是因為攝取了過多的熱量 這篇研究告訴我們幾個重點 第一不要再怪罪代謝了 多方面的研究都告訴我們 代謝的快跟慢 不是決定人們胖瘦的主要因素 雖然理論上代謝快 比較能夠幫助我們消耗熱量 但實際上 誰會胖誰會瘦 還是取決於攝取熱量的多寡 不是代謝的快慢 而且退一步來說 我們能控制的 只有自己的嘴巴跟四肢 目前沒有可行的方法來增加代謝率 號稱能夠促進代謝的營養品 事實上都沒有科學研究能夠證實其效果 雖然乍聽之下讓人泄氣 但是我認為把精力放在我們可以控制的事情上 而不要白費力氣去考慮代謝率 這個才是控制體重不負胖的方法 第二也不要怪罪飢餓感 令人驚奇的是 上述的挪威研究發現 減重後肚子比較餓的人 並不會比較容易負胖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反直覺的結論 傳統觀念認為代謝率降低 以及食慾上升 是減重後負胖的兩大原因 但實際的研究數據 竟然看不到代謝率 食慾以及負胖的關聯性 反而研究發現減重時 持續監控體重 以及多吃蔬菜水果瘦肉的人們 比較不會負胖 我個人的看法是減重之後 肚子餓是很正常的 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們怎麼去面對這個飢餓感 才是關鍵所在 用富含纖維質、蛋白質等低熱量 但是高飽足感的食物去填飽味 並且時常測量自己的體重 做出相對應的飲食調整 看起來才是減重成功的關鍵 第三飢餓不是禁食的唯一原因 你以為的飢餓其實往往不是真的飢餓 我前陣子在粉絲團PO了一篇文章 叫雞胸肉測試 下次當你覺得肚子餓 想吃東西的時候 問問自己 如果我面前只有一塊 味精調味的水煮雞胸肉 旁邊是一碗白米飯 我會不會想吃它 如果你心裡有點猶豫 那很可能 你想吃東西的原因不只是飢餓 可能還是因為無聊 紓壓 娛樂 高熱量加工過度調味的食物 能夠讓大腦產生短暫的愉悅感受 會讓人一吃再吃停不下來 甚至會用食物來舒緩憂鬱 焦慮的情緒 我們之前的影片中也提到 科學家在猴子身上觀察到壓力性進食的現象 相對的 圓形低調味的食物就比較沒有這樣的效果 也難怪加工食物受人歡迎 不僅是便宜方便、好吃 相較於原型食物 還更有娛樂、紓壓的效果 很抱歉 思考特這支影片沒有告訴大家 什麼不為人知的減重秘訣 但是以後朋友跟你說 我腹胖都是因為代謝差 你可以用這支影片來好好的教育它 同時叮嚀它 食食量體重 多吃一些蔬菜與瘦肉 才是科學證實最有效避免腹胖的方法 好,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別忘了幫我訂閱跟按讚 我們下次見,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